嗨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梁啟琪同學 我目前就讀於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因為從小就接觸很多台灣的文化 無論是音樂、影視還是飲食 都是跟台灣有關的 所以小時候就對台灣有很多很多的認識 那之所以會選擇書畫系 是因為本身爸爸媽媽也是美術老師 所以從小在這種耳熔木卵的情況下 所以我覺得也會對藝術產生興趣 才會把書畫藝術學系跟美術系 納入我選擇科系的考量 因為在馬來西亞接觸書畫的機會真的很少 所以來到台灣我就是一個書畫小伴 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然後呢反觀班上的同學 他們以前高中就是美術班的學生 所以他們很快就可以趕上課程的進度 所以我要比他們付出更多的努力 時間我才可以追上他們 也因此老師會很關心我 幫我排除一些課堂上的難題 讓我可以更順利地完成我的功課 然後我的同學們也很日勤地教我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跟上他們的腳步 相信大家都聽出過台灣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國家吧 我來到台灣以後確實體驗到台灣漫漫的人情味 像是我的同學無論是在課業上還是生活上 都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 甚至我的同學的阿嬤 聽說我是來自國外的學生以後 每一次只要是給她的孫女帶零食 或者是水果的時候都會給我多帶一些 這些真的讓我這個外國人感受到 我在台灣的日子並不孤獨 因為我念的是書畫藝術學系 所以常常會有機會去接觸到一些展覽 那我們本身就要參與一些規劃展覽的事宜阿 比如說策展阿 布展阿 準備作品的過程 那我發現我對這個過程還蠻感興趣的 所以我後來就自己辦了一個個展 真的是一件很有挑戰性的事情 所以在辦完這次個展以後 我真的特別的有成就感 在這四年阿 在老師的指導跟同學們的協助下 我真的學到了很多很多 過去沒有學過的東西 然後我也很有幸的 申請到了科技部的大專生計畫 一開始我是真的還蠻沒有自信心的 所以我回顧這四年 我覺得努力是真的可以得到回報的 所以我決定我以後也要繼續往這條路發展 在長榮求學的這段期間 首先我要感謝我爸媽給予我的支持 無論是精神上還是金錢上 他們都給予我很大的鼓勵跟很大的支持 還有我的老師們跟同學們 在課業上面真的幫助了我很多 還有我也要感謝我的朋友 他們讓我在台灣的生活沒有那麼的孤單 讓我在台灣擁有了我的第二個家 創作反映出自己的生活態度 也豐富了自己的人生態度 感謝長榮大學給予這麼優質的教學環境 我一定會把我在台灣學習到的一切帶回去馬來西亞 讓更多人認識長榮大學出化藝術學系